女排市锦赛 中国女排半决赛与意大利女排的大战一触即发 此前疲惫不堪的女排队长朱婷重现笑容让球迷不安的心终于可以放下 综合剧战 朱婷泪坦坦在地上难以动摊的画面让人泪目 综合剧战 朱婷拿下全队最高的19分 在市锦赛第九次成为队内得分王 场场拳起首发的朱婷到了比赛后半段已经连笑的力气都没有 在全队微笑和眼镜注胜利时也是扶着腰笑不出来 赛后发布会 朱婷的黑眼圈面无表情都让球迷心疼 而综合剧战赛后的一个休息画面被曝光 更让球迷心疼朱婷 当时比赛结束 中国女排队员在比赛场内进行休息调整 队长朱婷直接为她躺在地上 她用毛巾盖着脸一动不动 接受队内理疗师的按摩治疗 此时 女排大姐大徐云立 也是专门过来探望朱婷 雪云立非常暖 先帝跪在地上低着头寻问朱婷 看着朱婷太累 雪云立又坐在地上陪伴 朱婷拿下毛巾交谈了几句 又将毛巾盖在了脸上 旁边的云新月和龚翔羽都还能坐着与人聊天打闹 朱婷已经累到不想说话 暖心的雪云立也没有打断朱婷的放松 只是在旁边坐在地上默默的陪伴 此时 雪云立最明白朱婷的感受 雪云立是朱婷在队中最敬爱的大姐 她此前不远万里 去土耳其探望朱婷 如今 朱婷面对着雪云立都说不动话 足见她已经疲劳到何种程度 幸好经过这两天的休 再期 朱婷已经在训练场重新战放笑容 还贡献了不少表情包 状态满血复活 开心快乐的朱婷才是女排之幸 今天 面对强敌意大利 朱婷自然会身先十足 勇猛听杀 祝愿中国女排能够战胜 意大利挺进决赛